《断了傅天颖5年》,陈子强惊喜松口即将要再婚,婚期曝光对女友赞不绝口,就是我的真爱。 陈子强与傅天颖两人离婚近5年,小儿子由双方共同监护,不过傅天颖为主要的照顾者,现在陈子强宣布他终于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女,还惊喜宣布即将再婚,走过离婚阴霾再一次相信爱情,让许多粉丝都献上祝福。 根据ETTD星光云报道,陈子强与傅天颖当时闹得不可开交,离婚后陈子强不再相信婚姻,坦言有时婚待给他很大阴影,但之后陈子强遇到了身为舞者的陈以仁,两人互有好感爆出绯闻,一开始陈子强都以对方很好,有可能在一起来回应, 直到2015年被拍到与陈以仁在街上牵手,他们才坦诚的却在交往中,但交往初期陈子强对于结婚事想都不敢想,只想追求稳定的幸福。 离婚五年后,陈子强因为陈以仁的关系,重新感受到了满满的爱,也对婚姻再次有了信心, 她近日出席公益活动表示我现在是在消业障,近年来生活已经拨云渐日,我也认定女友是我的真爱,因此双方都有共识结婚,婚期蛮有可能会落在明年。 她也对女友赞不绝口,说了非常多女方的优点,才愿意再让她进入婚姻这殿堂。 对于陈以仁陪伴助她走过低潮,陈子强相当感谢,也大放闪光说她相当的善良体贴,而且也非常的独立, 对于我是婚过她一点都不在意,也不曾对我逼婚过,让我相当有安全感,所以才动念想再结婚。 近年陈子强将重心投入公益,她表示若儿子同意,希望未来可以跟儿子一起住,或有机会一起参加公益活动,看来生活相当充实快乐。 恭喜陈子强要再婚了,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幸福。参考来源。 谢谢观看